今天會教你們做這個很漂亮的手環 我暫時還沒想到叫什麼名字 待會要幫忙叫大家名字 我們今天只用一行 所以我們就拿起這行 然後用剩下這行 我們在一個位置 總之是一定要在中間那幾個 拿兩條橡筋轉圈 這樣做一個八字 然後我們做同樣的動作 這個也是 拿兩條橡筋 由頭到尾都是拿兩條橡筋 也是這樣 然後我們穿過粉紅色 只是穿過粉紅色 然後把底下的白色 把底下的白色勾出來 放在這裏 放在中間 這邊有同樣的動作 穿過那條粉紅色 下去 然後勾起那條白色 然後我們壓下它 做同樣的動作 那記住了 這兩邊之後就在中間 中間就是這兩邊 這兩邊就在中間 這樣不停地循環下去 做到你想要的顏色 那我示範了幾次給你看 也是 這裏也是 那你會見到這個紋路 就漸漸開始下來了 那這樣不停不停地變色 如果你不認識的話 那我現在再教你一次 那我剛才弄了這兩邊 那我現在會做中間 中間之後又在這兩邊 這兩邊又在中間 就這樣不停地重複下去 那你第一層才要打交叉 其他其餘呢 就直接做下去那些就不用打交叉了 就是這樣 都是這樣 穿個粉紅色的那條 把最底的兩條白色勾上來 都一樣 穿個底的那條粉紅色 把兩條白色勾上來 都是這樣 尤其是你就這樣 不停不停地編織 那你如果不認識的話 你可以看回 我剛才那個呢 你可以到後部看回一次的 因為那個動作都是一樣的 那呢 那由於時間關係呢 我就已經穿了這麼長的了 那呢 我們穿到最後這裏呢 就要穿到去做中間這裏的 那都一樣啦 穿過粉紅色那條 把底的那條白色勾上來 把底的那條白色勾上來 放在前面這裏 放在前面這裏 那這樣呢 我們就要 開始怎樣收尾了 那 那 我們呢 就 這裡這樣 小心 這樣先 把它穿過去一點點 好小心 把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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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裏 這裏 這樣 存在 然後呢 我們就 拿一個C扣 也或者是來的S扣 那 那我們呢 拿一個 一條白色 把這裏全部拉過來 要慢慢拉 不然就像我這樣脫掉了 給耐性 這樣就不會像我這樣脫掉了 如果真的脫掉了 就要保持鎮定 不然你想補鎮也補不到 到時整條脫掉出來 你真的補鎮的機會沒有 那你就可憐了 要這樣 放過來 這裡也搬過去 因為它很成功 這樣 這裡全部搬好 那我們先這樣補一下 這裡我們是一隻蜘蛇 但它是頭腦絲扣的 我們在這裡弄一隻蜘蛇 先拔一下 然後呢 我們在這裡穿過去 穿過去 這樣呢 在這裡找隨便兩條 在頭端找隨便兩條 因為頭端有四條 那四條呢 扣就弄不了那麼多 我們隨便找兩條 扣到絲球上 然後呢 你這個這麼漂亮的手環就弄完了 啊!我想到這個手環叫到什麼名字 叫做 雙三折腹手環 雙三折腹手環弄完了 希望大家 繼續看我的影片和訂閱 多謝